关于外星人存在与否,全世界都不能给出一个有力的证据,但是,不可否认的是,宇宙如此之大,肯定还有其他的物种及文明的存在,只是我们目前的科技和智慧还未发现,科学家们也一直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,可是,有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对于外星人的探索持反对态度,认为这样的行为或许会导致人类灭亡。 著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2011年接受访谈时称,若人类不停止对于外太空的探索,那么依照现在的科技发展,或许,地球将在200年内被毁灭,人类想要延续种族的就只有一个方式,那就是移民外星。 同时,霍金还预言,中国可能成为外星人攻击地球的首个目标,此消息一出,引起了相关人士的热议。 很多人认为,霍金的这种说法没有建立在相关的科学依据上。